这是子孙的荣光 也是家族的印记 远去的历史笼罩在迷雾之中 水落石出的时候 扑朔迷离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人的心跳一旦停止 血液静止 数分钟之内就会死亡 人体在死后数天开始腐烂 然而DNA却留在骨细胞里 通过这些残存的DNA 科学家能够寻找到过去的秘密 2009年河南安阳号称曹操木出土 报告由男性遗骨 如果这就是曹操的事故 那么它的基因能否完整提取 当DNA是完整的没有断裂的时候 那么这个长度我们能够测得准 但是古代的样本我们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DNA的脸不断地在被断裂 它一旦断裂了以后 这种长度的信息 我们就没办法测准 从古DNA上提取完整曹操基因是不可能的 而如果从断裂的片段里 直接找到曹操家族的遗传标志 没有对比数据 也是一个很难完成的浩大工程 曹操的DNA埋在了地底深处 然而它的血脉却留存在子孙后代的基因里 在男性体内 有一段由腹系遗传的稳定片段 外染色体 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 外染色体成的点 会随机发生一些新的突变 其中有一种突变类型 叫做SMP SMP的突变它是非常非常慢的 这个点上面产生了突变以后 它要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3000万代以后才会再突变掉 也就是说在组线里产生 在后代里面不会丢失 所以曹操的这个SMP类型 在它的后代里面永远能够检测得到 每个家族都有一些特征性的SMP类型 调查小组已经提取了上百份 号称曹操后裔的基因样本 他们能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南京江宁区的花塘村 一个颇具水乡特色的地方 这里有一群人自称是清代作家 曹雪芹的后代 选这个村子是得到一些 红学家的一些线索 据他们研究呢 曹雪芹的后代也是曹毛的后代 曹毛就是曹操的后代 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听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离奇这个故事 然后他们又说在花塘村又找到了曹雪芹的后代 而且他们提出了很多证据 曹帽是曹操的孙子 作为曹帽的后代 曹操就是曹雪芹的祖先 这似乎是曹操的孙子 据村民回忆 花塘村曾经有过家谱 但是已经丢失 村里最老的族人是九十岁的曹洪德老人 他亲耳听祖辈说过 花塘村的曹家是曹雪芹的后人 这个外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家族秘密 很早以前就在这一带流传 家破的不确定性 决定的调查小组 必须四处追寻一切和曹操后代有关的痕迹 哪怕是捕风捉影 或者是口头传说 而对于兴致前来 参加宴席的村民来说 搞清楚自己的祖先是谁 远比是否为名人之后 更为重要 在采样过程中间 我们发现 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老百姓 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谁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 他们每个人都想知道 包括我最早跟他们联系的时候 跟那个陶洪德老先生的 孙子曹靖联系 然后他说 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正在跟爷爷讨论这个问题 也许基因技术能够解开无数的秘密 但是宗族血脉 却是无可替代的岁月传承 家谱只能让很多人 往回追溯四五代 但是DNA却能将家族历史 带回几千年 部分志愿者和安徽博州的 曹氏家族策入了一种类型 O3A4 这个疑似的位点 是否和曹操有关 我们用现代人上面 我们找到了一个疑似的 SMP的位点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拿到 古代的这个骨骼样本 曹氏家族的这个样本 不管它的DNA断裂成多少碎的碎片 只要鉴定这其中的一个点 那么这个技术还是相当简单的 现代血脉与古DNA的对比 犹如一次穿越时空的低血认清 然而拥有曹操血脉的古骨头 如今又埋葬在哪里呢 复旦大学基因调查组 一个由资深历史学家和遗传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 他们试图破解曹操的遗传密码 曹植失落的遗骨究竟在何方 古代DNA能否完成现代血脉的鉴定 2009年年末 山东东阿县 在曹操墓引起世人喧嚣的时候 这座北方的普通县城却一切如常 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 东阿榆山的西路 一位和曹操血脉相连的人就埋葬在那里 1951年春天 一次重大的古墓发掘在东阿展开 这次考古行动轰动了社会各界 人们怀疑墓的主人 就是曹操曾经最宠爱的儿子曹植 当年参与挖掘的人早已离世 只留下一份挖掘报告 对于报告里描述的细节 刘玉新原东阿县文管所所长 早已一一研读 出于对考古的兴趣 多年来曹植墓一直是他关注的对象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曹丕和曹植 曹植从小诵读诗文 落笔成文 深得曹操宠爱 公元二百二十年曹丕成帝 而曹植却始终不得志 四十一岁便郁郁而终 史书记载曹植死后葬在东阿渔山的西路 1951年考古人员对疑似曹植墓进行抢救性的挖掘 出土的文物多为陶器 鲜有金玉珍宝 曹植生前留有遗嘱 吩咐宝藏 简陋的陪葬品似乎也验证了这个说法 然而这些文物并不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 墓室里之间散乱的尸骨 没有发现头盖骨 墓主人真的是曹植吗 当时的发掘引发了诸多争议 直到二十六年以后 争议才有了定论 1977年考古人员在疑似曹植墓的地方 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木砖 木砖的三面刻满了名闻 在他事后的第二年 名闻主人记得了清清水 当时安排了足足两个姓的四家 进行来修这个领墓 修完领墓以后 给他们换了二百天家 曹植诗语生物师傅 掌印生物师傅 又谁独修 谁建工 谁主持在这项工作 记得都比较清楚 公元二百二十九年 曹植被封为东俄王 三年之后 曹植迁臣帝为王 古城位于今天的河南境内 不久曹植就病逝于此 曹植封东俄王期间长登榆山 他对榆山的封土念念不忘 其子曹植遵照遗愿 将他从古城迁葬于东俄 明文砖的出土 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然而在今天文馆所收藏的 曹植墓出土文物中 却唯独不见曹植的尸骨 提取古DNA最需要的骨头 究竟在哪里 当年发掘工作结束后 墓中出土的骨头连同文物一起 被送到河南省新乡 原东俄县的上级管理部门 循着这条线索 多年来 刘玉欣一直在调查 这些骨头的去向 我曾经和河南省新乡文物 我们去这个联系 没有发现有关接受 曹植墓出土尸骨的记录 1952年 曹植墓出土文物被送到北京展处 之后便存放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那么骨头是否也在这些文物之列呢 1984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一角 曹植墓出土的骨文物 给东方县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 也没发现 有关这个曹植墓出土 这个死骨的记录 根据考古报告 当时墓地文物摆放紊乱 墓穴显然被盗过 骨头即使找到了 如何才能确定就是曹植的 有学者甚至怀疑 当年出土的28节骨头 根本就是盗墓贼的尸体 1800多年来 曹植墓饱金沧桑 曹植的尸骨还没变明身份 就已经离奇失踪了 曹植曾经在东阿生活过三年 如果在东阿当地 能够找到曹植后人 对于寻找到曹植的基因 同样很重要 当时发育的是六月份 五一年的六月 那家事一说挖曹植 猪的飞墓呢 像大仗似的 尖叫猪子不让他们挖 有一个叔叔叫曹科英 他爽木十命 当时在那闹得最厉害 这个曹科英叔叔 已经死了 也得三十多年了 他在我身边闹猪中的屋 在那给人家人搭下 他干得最厉害 曹庙村的村民曹珍 世代居住在曹植墓附近 祖辈传说 他们就是曹植的后人 作为村里第一位大学生 曹珍并不迷信这种说法 十五年来 他便查资料和碑文 终于找到了祖先的来源 明洪五年间 曹庙村的曹姓 从山东文灯迁徙而来 很显然 他们是在曹植死后千年 才定居于此 曹植的后人 也许不在东阿 但东阿却永远留住了 这位才子的灵魂和精神 曹庙村的老曹 虽然认定自己 不是曹植的后代 但也许基因测试 会告诉他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找到曹植遗骨的希望非常渺茫 现代曹姓DNA提取 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争议 那就是曹操到底是不是真的姓曹 曹操的祖父曹腾 是东汉著名的宦官 他先后侍奉过四位皇帝 位高权重 有传说曹腾曾经抱养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在他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最后官至太尉 这个抱来的孩子 就是曹操的父亲曹松 袁绍讨伐曹操的时候 他的习文就这么写 所以出处就在这里 说他是乞丐抱养 乞丐血养 那这是骂人的话 习文里面都不会有好话 没有人会把他当真 习文虽然不可信 然而曹操的父亲曹松 的确是曹腾的养子 关于他的身世 还流传着一种说法 吴国人曹操的政敌 丑化曹操 写的一本书《曹满传》 这个名字 书名就很滑稽 对吧 是丑化人家的这个传 这个传里面 说各位的丑化 说他出生不明白 野孩子 而且找出来是夏侯家的 诗人都盛传曹操的父亲 曹松来自夏侯家 夏侯家的元祖夏侯英 和曹操的元祖曹餐是同乡 他们都属于刘邦的开国功臣 历经西汉东汉 两家世交情深 至曹操卫政权 来自夏侯家的夏侯敦 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关系非同一代 这是曹松 源自夏侯家 说法的直接原因 然而对于这种观点 史学界却有另外看法 曹家 曹操这一家里面几代出现的 哪一只没有男孩 香火传不下去 他一定要去过季 这个过季把它全部整理 整理以后发现 它的过季原则是非常严格的 是完全符合中国人过季的基本原则的 从最亲的人那里过季 再从稍稍差一点的亲属那里过季 从曹操家族来判断 曹操后人有过季的 全都是在本宗内部过季 史书记载 曹腾有兄弟四个 他排行最小 曹腾这家兄弟也很多 兄弟关系也很亲密 他不可能随便去抱养一个孩子 曹操必定是从曹腾本家的曹 过去过来 所以他们的血统血脉是一致 此外 夏侯家和曹家世代通婚 也成为了曹操不可能出自夏侯家的理由 曹操把他的女儿嫁给夏侯家 如果他是抱养 他知道他是夏侯家的 他就不会让他们配了一个兄妹婚 不会做这种事 正是曹家和夏侯家复杂的渊源 曹史基因调查组决定 征集夏侯的样本进行对比 夏侯这是一个尊称大鱼为始祖的姓氏 这位世人千古传领的治水英雄元姓四 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后人称他为夏宇 春秋时期夏宇的后裔建立启国 在诸雄争霸中启国为楚国所灭 夏宇的后裔逃亡鲁国 鲁国国君因其为夏宇之后 封以侯爵称为夏侯 其后世子孙于是以夏侯为姓 称夏侯氏 历史学家推测 曹操不可能出自夏侯氏 基因样本比对 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 浙江有一个村子全部都是姓曹 他们家屋上记得想想细细 从曹操传到他们现在的人 每一代每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怎么演变过来的都有 当时开了一个大巴士 把十几个人都拉到我们复旦校园里 来参加采样和分析 结果我们分析结果吃了我们一惊 因为他们的类型 外染身体类型 全部都是OEAE这个类型 几年前李辉曾经调查过 四性群体的基因 结果显示他们的主要类型是OEAE 四性传说是大禹的后代 而一群号称有确定家谱的曹操后人 出现了和大禹后代一致的基因类型 这意味着什么呢 李辉想起了另外一个和大禹有关的姓氏 夏侯氏 我们马上在网上发了一个召集令 然后在上海地区召集到了三四个夏侯的人 结果坐下来我们又大慈一惊 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 居然都是OEAE这类型 历史传说 曹操的父亲来自夏侯家 此时一群号称曹操后代的人 出现了和某些夏侯一样的基因类型 难道它们会是同宗血脉 都是大禹的后代 如果基因能够证明曹操后人与夏侯氏一致 那么那个所谓千年的谣言 难道会是真的 曹操真的拥有夏侯的血统吗 曹操是否拥有夏侯氏的血统 复旦大学基因调查组决定 寻找更多夏侯家族的样本 基因技术能否破解曹操的基因 解开曹操家族千古血统之谜 为了寻找真相 李辉需要更多的曹性和夏侯性的基因样本 在江苏省的南京 李辉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群人 据说全部出自夏侯氏 那么有志愿者给我们提供线索 当地的志愿者给我们提供线索 说河凤镇这个地方 有七个村子都是姓夏侯的 那么这样子夏侯性集中的分布的地方 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采集夏侯 河凤镇的夏侯性虽多 但并非聚足而聚 这给采养小组带来了困难 大部分村民对于自身的元祖并不清楚 一方立在村头的木制名 记载着村庄的历史 这里的夏侯到底源自哪里 关于祖先的秘密早已深埋地下 调查下来的话 有些人说他们是夏侯渊的后代 有的是说是宋朝的几个姓夏的人的官员的后代 但是这些情况的话都不是非常可靠 但是这些所有的结果 还是要看基因的调查出来以后才能下结人 在一户村民家里 李辉找到了一份修于清朝时期的宗族谱 然而这份族谱只追踪到五代 并没有更早之前史千祖的明确记录 而且和全国不少地方的夏侯性一样 这里的很多村民也改成了单姓 整个险子肯定是怕麻烦 你叫什么名字 填个核在这里面 小我们也不懂 干脆就叫夏侯温 小我们父亲他们又是叫夏侯温 小时候看到我们父亲他们的险的话 都在扁担上 楼框 什么挑水的那个水腾上面 都好的那个字 夏侯 夏侯的彩屑工作仍在继续 DNA技术一旦将夏侯性与曹性联系起来 那将引起人们对那个光荣时代的无限猜想 如果测出曹操和夏侯性与曹性与曹性的 如果测出曹操和夏侯市一家的话我也挺自豪的 因为觉得是贵族的后代 因为在外国的话 人家多以家族荣耀为荣耀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家族来说的话 也是一份荣耀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在中国 不仅是曹姓子孙 与夏侯姓后代 无数人都期待着 基因技术给予的历史答案 曹植的遗骨离己失踪 两个疑似曹操的基因类型 遗传学能否解开历史的谜题 曹操的基因 能否在子孙后代的血脉中重生 敬请收看 破译曹操密码之 DNA的猜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